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羊,好,咱们继续逛狗事 现在能看到的这是一窝杜高犬 现在有两个月了 这是一个大爷带过来的 让大爷把狗都叫醒 今天的天气不错啊 他们都在阳光下 正暖和着的,炸到了一堆 好了,这条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哇,这条好重啊,这条 我掂量了一下,15斤以上啊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两个月的杜高犬 看品相怎么样 小杜高的话,大家都知道 它是野猪的克星,这是一条公圈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里边还有四条 两个月,两针一秒 喜欢这种猛犬的话 可以给阿羊点点关注啊 好,咱们继续往这边看 这有几条土狗啊 这边都是土狗 也就是咱们说的中华田园犬 来看中间这个笼子里边关了几条 这是麻犬和土狗串出来的 你看外形像土狗 但是这颜色像麻犬 你看这毛长的 刚才和这个大姐聊了一下 这种的话要价150一条 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整体看着 好像是和什么狗串的一样 心里不大舒服 但是这个价格已经对得起了 这种犬是不打一秒的 你想一下 一百多的狗再给你打一秒 你觉得可能吧 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看 哇 这边啊 小花狗 黑白的 好 咱们去往这边看啊 这是一个大叔带过来的一条 阿拉斯加 红十字的阿拉斯加 现在有两个月 哇 大叔这样对待狗 太猛了啊 就是给他拍个照片 看把狗吓的 这种的话不算是熊版的 这种只算是一条 正常的阿拉斯加 熊版的话 股量和毛量比这更大一点 好来这边的话 我给大家近距离拍个金景啊 这条小阿拉斯加 整体看得还不错 要价2000 哇 价格简直是太高了啊 这种阿拉斯加 我个人意见就是1000块钱 好 今天的狗事就介绍到这里 下期再见